一件距今约7500年前的石雕神人面相 近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 这将2015年在辽宁省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 踏尺营子遗址发现的文物 经碳十字测定 及专家近四年的研究 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出土的最早的神像 在辽宁举办的右键红杉精品文物展上 这件石雕神人面相首次与观众见面 面相为灰色碎石质 高9.2厘米 宽5.17厘米 厚3.05厘米 模至光滑 各面有明显而均匀的外壶 边棱甚锐 气体正面的上部 用英克技法刻出了以人面为中心的图案 它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 第一个是年代早 距今现在是7500到8000年这个时段 再一个呢 它整个人的深化 人就叫深人 人的深化就说 当时人在祭祀这方面 已经有相当的思维观念 这方面体现的这个艺术品 我觉得很高潮 因为它这个雕的 浅浮雕 阴刻的 阴刻起来很浅 但是呢 你感到有种立体感 郭大顺曾先后主持了东山嘴 牛良河等著名的红杉文化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编著了龙出辽和园 追寻武帝 探索古辽西等著作 被誉为红杉文化第一人 他认同项目组的研究成果 石雕神人面相就是目前已知的中华第一神像 更重要的它有獠牙 你看那上下有獠牙 这个獠牙过去知道的就是在湖南 湖南它有个高妙文化 这高妙文化在那个原江流域 那个高妙文化它的距今也是七千五百年前后 比我们这个同事略晚 略晚 而且它那个吧 后来就影响到了江浙地区的这个两种文化 这两种文化后来的预期 预人面 它的深人面也有獠牙 后来到了石家河文化 就是那个更晚一点 就到四千年左右 它也出了不少那个人面 也是有獠牙 但现在最早就这个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了 那么远 它这个细部 它那个獠牙外面 还有一个巨尺的那个东西 那个在高妙那个也是那样 它在细部都一样 说明它之间有交流 所以这个很厉害 所以中国中华大地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是这个 不是一般的原始社会了 我们苏老先生叫文明起步 万年文明起步 它不是进入文明社会了 是为它做准备 中国要万年文明起步 塔尺营子遗址 位于著名的茶海遗址 东南约五公里 并列入吉林大学 和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合作开展的 中国东北地区农业 与定居的起源项目 该遗址年代惊叹十次测定 约距今七千五百年前 有关研究近期发表于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 编辑出版的 边疆考古研究第25集 更多精彩尽在 中国新闻网客户端